SportSomate 今天繼續有我爺青 我的嘉賓是運動狂熱藝人陳安立 Brian Hello Brian Hello大家好 我是Brian陳安立 他的聲音很好聽 是 精神 為什麼你會叫自己做運動狂熱愛好者呢 首先其實很多人誤會我是運動員出身 有些人會覺得你是否以前做運動員 然後轉行就做藝人 我要澄清的 因為我最多是大專的時候 是一個大學運動員 我當時打大專籃球隊 我幾年都有經歷過運動員的生涯 但是我不會形容自己是運動員 因為我身邊有太多朋友 以前是港隊 或者現在都是運動員 他們真的花了很多時間 犧牲了很多東西 才有這個運動員的稱號這個名字 我很尊重這個名字 所以我不會 亂叫自己做運動員 亂說我是運動員 突然間不行 真的要那種 一年365天都是刻苦訓練 為了比賽犧牲所有東西 達成夢想 才配上運動員 那你當時有沒有曾經打算朝著運動員的方向去發展呢 那時候大學打籃球 你有沒有打算做全職籃球員 有的 其實那時候真的很喜歡打籃球 現在也是 但是我最記得入大學那時候 很多人入大學的目的是 我要將來找工作好些 或者大學要認識女生 大學要試很多東西 但我入大學也有一個目標 我只要打大學籃球隊 我要打大專比賽 就是我有很大的 passion 那我記得那時候 第一年我是進不了的 Uteam 然後去到第二年 Year two的時候 我才能入選的 然後就一直想打 但是後來有一年 我就去了 exchange 去了交換生 這個世界又不同了 我很記得 我的教練跟我說 如果你那年不 exchange 就是你一直進步打下去 其實你可以在這方面發展 就是可能有機會打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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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聽到教練說這番說話的時候 你就是覺得 當然是尖尖 真的嗎 不是啊 SIR 原來你這麼體重我 原來很感動 有些時期都會想 如果平衡宇宙裏面的我 沒有去 exchange 繼續做這個籃球運動員 這個世界可能又不同 但是我絕對不會後悔 因為我覺得這個時刻的人生都很精彩 尤其是 exchange那年 令到我擴闊了世界 我去了捷克一年 去了歐洲很多國家 令到我變成了第二個夢想 就是想做旅遊節目主持 嗯 那就是之後的日子 我就有機會一步一步實踐 就可以去世界各地去飛 而且我也很神奇 你現在的工作上 你是除了做旅遊主持之外 你還將運動融入了主持 甚至是藝人 演員也有關事 譬如你拍戲 拍劇也會關運動事 然後你去旅行也會是一些運動的形式 這件事很神奇 這個又有一點不是刻意 有一點不打不撞 因為我始終太喜歡做運動了 即是無論是打籃球 跑步 或者各類型的運動比賽 基本上 工餘時間 我就是做運動 認識新的朋友 一起玩比賽 可能公司就看到 你的IG、Facebook 以前全部都是post運動的東西 他們就覺得我這個形象很深 變了後期 譬如ViuTV有一些 跟運動員一起做節目的 體育系的節目 就找我做主持 譬如奧運的時候 要做主持 就找了我 當時知道自己可以做奧運主持的時候 你是怎樣 有沒有興奮到喊出來 也有的 也很興奮的 因為小時候 經常都是看電視節目 看這件事是很適合我做的 是這麼多種主持來講 運動還不是太棒了 再加上我也認識很多運動員 變成做節目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上來的嘉賓 本身已經是朋友 可能本身之前拍攝 已經認識 那就很棒了 那這些運動員的朋友 是你入行後才認識他們的? 一半一半 有些是自己打球 自己的網絡認識 有些是真的 入行的時候 做了一個節目叫做體育系 嗯 那這個節目特別是 找了我們三四個電視主持之餘 找了二三十個運動員 一起去做這個表演 那時候突然間 一個節目就認識了 可能本身就是認識籃球人 然後就認識了 原來空手道 冰箱球 游泳等各項運動的人都吃了 那我看你之前有玩三鐵 和馬拉松等 那是因為你認識了這些朋友之後 他們把你們一起去玩 還是你那時候玩完籃球之後 你覺得不夠啊 我要玩其他 玩三鐵 就是比我的健身教練影響的 我教練Loris 那我最記得那時候 人到三十 就覺得是時候 有些挑戰一下給自己 尤其是覺得籃球 也打了這麼多年 好像不夠那些年輕人跑 跳得不夠高 有沒有一些新的運動 可以挑戰一下呢 那他就開了另一個新的大門給我 不如我操你 長跑 三鐵 游泳 單車 以前從來都沒有試過 游泳我有游的 很小的時候 因為我有敲喘 那我媽媽就知道我體育多病 就叫我去游泳 就跟詠妹去練 那很神奇 如果有些家長 有些朋友 你的小朋友敲喘 真的可以試試游泳 我是游泳而斷尾 那時候游泳 也有搬單車 交游 但從來沒有想過 又跑步又單車又游泳 重要的目標是玩Ironman 70.3 即是說由1.9公里水 踩90公里單車 再跑一個半馬 覺得很瘋癲啊 瘋癲啊 完成到是神來的 那我就跟了Lawrence 去挑戰這件事 你是不是比較享受這些 內力型的運動 爆炸性的那些 你沒有那麼熱衷的 其實籃球也有霸炸性的 都要跟別人鬥跑啊 跳的 但是我覺得自己的性格 其實都適合內力型運動多一點 嗯 有一點是 即是我經常都相信 我自己是屬於那種 後來居上 或者是 大氣晚成型的人 是的 即是要慢慢等的 其實這個信念挺好的 因為現在還沒成功 不要緊我是大氣晚成的 今天還沒成功 保持希望 保持希望 如果你說鬥短途 我未必夠跑的 但我經常覺得 如果鬥堅持啊 鬥毅力啊 鬥場 其實你不放棄 就不會輸的 嗯 那這件事是挺適合我的 因為我有看你提過 三鐵裏面這三樣東西 你游泳有小時候有游 那你跑步有練習 但是踩單車本身你是 遊閒地踩的 但是為什麼會去到後期 拍攝節目 是要去日本 這樣用單車來 去旅行呢 踩單車也是的 我小時候 單車是一個很好的回憶 是一個美好的回憶 因為我那時候 我爸爸教我踩單車 那小時候他會帶我一起去 沙田 乘門和我踩 後來我記得 去到真的要比賽 三鐵裏面的時候 其實我發現原來不是那一回事 是因為那一陣子 我練習是練室內單車為主 然後第一次去台灣比賽 台東比賽 一踩 哇 害怕 原來踩公路的時候 哇 那些海風一吹 那人會飄 會側 然後衝那些大斜路 都害怕 因為經驗不夠 那樣東西是很新鮮的 又刺激 又害怕 又好玩 那一次之後就愛上了 是的 那我就愛上了 原來單車可以這麼正的 是的 然後到後來 其實三鐵比賽 我不是玩很多 我玩了幾次了 但是踩得最多的時候 反而是疫情的時候 嗯 疫情最瘋癲的時候 我最愛的籃球不行 你又不可以跟朋友吃飯 去玩 每個人都自閉在家裡 那段時間 那我就很自信 每天六點鐘 就起來去踩單車 那時候 其實我住西貢 我就會踩北潭沖 踩入海下 黃石馬頭的禁區 是很棒的 就是沒有人 整條公路被你霸了 一邊踩爬球 那一刻就 真是最最最享受單車 原來單車是這麼正的 嗯 接著你就提出了這個想法 給公司就去拍了 是的 一半一半 公司都有個想法 然後他就知道我是超喜歡單車 大家就一拍即合 那你去到日本 真的去踩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很難忘 或者文化衝擊 對於你來說 日本其實是真的 踩單車來講是完美的 我想是世界上 其中一個踩單車 單車有最好的天堂 因為首先當地人很友善 譬如駕車的人都不會撥你 如果有一條很窄的路 他會停下來讓你過 日本也有很好的城市規劃 很多路都有單車徑 有些藍色線 凡是在公路上看到藍色線 就是可以單車踩的地方 配套很好 酒店也可以拍單車 但是我覺得日本最棒的就是 它的風景真的很美 沿海的如果大家沒有看 就可以看回我們的節目 有看的可以一起回味 就是沿海的海邊 是很舒服的 山也很美 我們經常在節目裡說 最美的風景是踩出來的 不是看出來的 因為你一直踩 你有經歷 付出了 你的風景是特別珍貴的 去日本就去踩單車 去台灣就玩三鐵 接下來會不會有一些 對你來說會有一些 sports travel list 去某些國家完成某些運動 都有的 其實很特別的就是 我一直很喜歡打籃球 在籃球也帶給我很多東西 除了很多樂趣之外 也認識了很多朋友 我其實很喜歡去一個地方 跟當地人去打籃球 包括去歐洲的時候 我記得讀書的時候 去歐洲就去了立桃園 立桃園是一個籃球強國 是 我認識了那些同學就介紹 就跟當地人去打球 我記得去日本的時候 我都跟一些日本人 認識了做朋友 然後打球 那次的經歷也挺特別的 我想很多香港人 都未必有這個經歷 就是可以跟日本 本地的人打籃球 因為日本不是很多街場 我記得那次去旅行的時候 去大阪一間店 其實是買一些潮牌 運動潮牌的東西 跟籃球有關的 那老闆看到我這麼高 就問我是不是打籃球 是呀 然後他就邀請我 我們也有些籃球聚會 你有興趣嗎 那我就加入了 那次特別是去當地的一個日本高校 就像南兒多入津那些場景 就跟他們那些人一起打 那你有沒有覺得日本人打籃球是特別熱血的 他們的特色就是一來熱血 二來基本體能很好 如果香港我們平時跟朋友一樣 很多時候你頭一個小時都很健碩 之後那個小時大家就開始 有些喘氣 你打吧你打吧我先坐一下吧 但跟那些日本人打 是他們越打越健碩的 就是他們的基本體能 跑動各樣東西都很好 還有他們很有一個體系 怎麼說呢 就是其實大家都不是打職業的籃球員 有男生有女生一班人玩 我記得有一次 就是去到他有三十個人一起打籃球 嗯 那怎麼分隊呢 他們就高字矮這樣 一字排開 這樣就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五六 這樣就分了五隊 嗯 分了五隊之後 每隊有六個人 然後你們再分一二三四五六 有數字的 是 然後下場的時候 第一場就是一至五號打 是 第二場就是二至六號打 哦 第三場就這樣走下去 每人都有機會可以下場 哦 每百分鐘就換隊換人 他們很有系統地打 你有沒有把這些玩的模式 融入了在你自己的籃球隊那裡 就是所有人都可以下場打 我嘗試 但是香港人沒有這種特質 你知道日本人是很排隊 很有規矩 你一說 拍手指他們就明白 就自動自覺 香港人不管你 譬如最簡單 可能我今晚有些朋友 八點鐘打籃球 是 有些十點鐘才會出現 就是街場 你很難group到 好 我們一次排開分隊 是 香港人就隨性一點 會不會很失望啊 那也不會的 自己朋友打球都遲得好嗎 那也不會的 OK的 你明白的 是 其實特別的地方就是 不同地方有不同的籃球文化 街場文化 那我有事要問 你覺得香港的街場文化是怎樣的 我覺得整體上 香港人打球都是偏斯文一點的 竟然是 我以為是都容易打架的 其實都不算的 OK 相比我去那些地區 可能是 再身體性一點 再體能再厲害一點 是 香港人是比較專注 可能射球技巧型多一點 斯文低一點 那你自己本身是否一個 技巧型的球手來的 我不敢這樣說 但我也是 我都喜歡射球的 是 是 那除了籃球之外 你前陣子有看過你上過天 就是玩滑翔山 是嗎 之前試過Sky Dive 是呀 Sky Dive 然後又下過海 玩潛水 那有沒有說 海陸空這三樣東西 哪一樣是你 最想再放多點心機下去 鑽研一下 因為透過運動 我都認識多了自己 這幾年 我發覺我自己都挺喜歡刺激的東西 嗯 是 越是那些 危險 又危險 又害怕 又速度的東西 其實 原來我是 會挺上癮的 嗯 我記得 例如Sky Dive第一次拍旅遊節目 跳的時候 我是有淚水的 就是那個淚水 我後來想起 又不是純粹害怕到哭 而是 興奮到哭 哦 那種 哇 一跳下去的那種刺激感 那種無拘無束 我想玩過Sky Dive的人 就會很明白 我也玩過 在澳洲的時候 我也是澳洲 是的 看到整片都是海洋 就是那些 小小的綠地 覺得這個世界很大 很瘋狂的 是會上癮的 但是始終這個運動的費用都比較高 也是 我希望可以自肥 公司拍多些旅遊節目 那我就可以去世界各地不同 去Sky Dive 哦 不同地方Sky Dive OK 那你有沒有說 哪一個你暫時是最想去的地方玩呢 如果玩Sky Dive 是的 其實譬如我上一次去澳洲 好像你這樣 在一個島上跳 看到一大片大海 我挺喜歡這種感覺 有海 第一次覺得原來地球是圓的 你會看到真的 整個海洋 是一個curve 那種感覺很瘋狂的 剛才你不是說 運動令到你發現 原來自己很喜歡刺激 我有看過一個訪問 你說其實運動都令到你發現 自己的一個特質是 你很喜歡去 Back up 別人 就是 鼓勵別人 鼓勵別人 現在還是這樣的 也是 就是比較喜歡 群組合一群人一起去做事 是的 我想 這個也是我的性格 如果你有玩過什麼九型人格 我最近也玩 我是屬於第九型 就是和平主義者 哦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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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Namaste 是的 我想我的人生的目標 我會喜歡看到周圍的人都和諧 都開心 都投入 嗯 所以放進去運動 我也會明白為什麼 在球隊裡面 我也是屬於那種 喜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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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鼓勵大家的人 譬如說回你那隊 籃球隊 Heroes 是吧 譬如中間真的有一些隊友 譬如受傷 不開心 那你平時會怎樣鼓勵他呢 我會感受我會去賽後 搭他的肩膀 去聊天 即是對別人的情緒比較敏感 沒錯 哦 但又有一個特質 就是我有時候 又是那些很均真 很公平的 是 如果一些隊友之間有conflict 當然我會先顧他們感受 先處理心情 我處理事情 但我都會嘗試去做一個持平人 做一個和事佬的角色 去解決 嗯 那接下來會不會有一些 在運動上有些目標呢 譬如會不會有些比賽 你想參加 或者怎樣 我們還有多少時間 嘩 你喜歡多少都可以 是吧 其實我上來 今天有一個項目 很想分享 嗯 有一件事是 這一兩年 做運動的時候 想通了一件事 嗯 很想和大家分享 嗯 那我都未做到的 但是 我是保持著這個理念 很想去實踐 吸引領法則 你現在說完 可以吸引領法則 是的 差不多想法的人回來 是的 我希望 我可能有些人 其實很認同 或者是明白 嗯 有些人未聽過 我想分享一下 就是 這幾年一邊做運動的時候 我發現了一件事 就是 原來一邊誤解了 就是很多人呢 調轉了那個 priority 或者那個次序 就是說 很多人想fit 我想fit 健康 或者健壯 fit 所以如果你要fit 這個是你的目標 你的目標是fit 那你要做什麼 你就要很discipline 這樣去生活 這個就是個過程 就是一個discipline的過程 就是包括你要 控制你的飲食 你要控制你的運動 你要控制你的休息睡眠 你要很discipline 那你就可以fit 嗯 那這個是我想 相信大部分人 都認同的一件事 嗯 但是後來這幾年 我發現其實原來 錯了這件事 完全錯了 原來是調轉的 那件事 意思就是 大部分人的想法就是 我想要fit 所以我就要很discipline 是 但其實是 ultimate 你應該是 我想要discipline 所以我才要去fit 哦 我要解釋一點點 為什麼呢 就是說 因為如果你單純追求fit 那你達成了 有一天我要六九腹肌 或者我要減30磅 你fit了 達成了 那之後呢 90%的人呢 都會反彈 都會回復回之前的生活 我六九腹肌了 之後就會放鬆 嗯 然後很自然 就回到那個circle 就又撒回了 是 然後又想fit 但是如果你的目標的追求 是discipline的生活 你達成了 那你就有ultimate的freedom 有ultimate的freedom 你想想一下 如果你運動的目的不是fit 而是可以做到那個discipline 包括我有discipline的休息睡眠 我已經是很discipline的運動 各樣的飲食 所以就應該是把運動 當成一個媒介去幫助自己 是的 嗯 你明白嗎 我會不會說得有點複雜 應該都明白 我都明白 我聰明的 聰明的 OK Smart的 想到 OK 是 是 因為我自己的ultimate的目標 就是可以有一個discipline的生活 嗯 不再是說 那些人說我要做運動 因為我要減肥 不是這樣的想法 而是那個運動 那樣東西 休息 飲食 已經成為了你生活的一部分 嗯 你已經是變成一個discipline 去做 嗯 你現在是覺得自己還沒達到 現在還沒達到 曾經有一段時間是很discipline 疫情的時候 是 但是現在因為工作太忙 要拍劇 打亂了很多時間 但是身邊的人跟你說 我工作太忙 現在discipline不到 那你怎麼看呢 這個就是你的 mentality 究竟做不做到 因為不是做不到 很多 我認識有些藝人 譬如我 我很欣賞 譬如張繼聰 他都能夠在拍劇 可能睡了兩小時三小時的時間 都抽到時間去運動 都抽到時間控制他的飲食 我覺得自己也是跟很多普通人一樣 可能最近壓力很大 很忙 接著就放肆吃你想吃的東西 又或者算了 沒時間睡覺好過了 不做運動了 那會不會怕有一種壓力在那裡呢 好像逼自己一定要做一些事情 最初是會的 嗯 但如果我真的達成了這個ultimate goal 已經變成你生活的一部分 變成你的discipline 那就不是一個壓力了 嗯 嗯 好啊 我們希望身邊的朋友 接下來可以多在街上見到 Drian一起跑步 那就是他在建立他這個discipline的過程 到時就一起做運動 因為再說一句就是 為什麼說有ultimate freedom呢 就是當你有了discipline 你的健康的生活建立了的時候 那你到時吃什麼 偶爾放縱 其實完全沒有問題 同意 因為你的生活已經 你的基本已經在那裡 是 嗯 好啦 祝福大家將你的運動 成為你的基本 成為你生活的一部分 好像Brian現在這樣 Thank you 今天很感謝這個在運動狂熱藝人 Brian陳安立上來跟我們聊天 我們下集再見 Thank you,Yah Chang Bye bye Bye